好,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VMware Workstation这个软件中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插件 叫VMtools 这个VMtools它可以帮我们 把我们的主机跟虚拟机之间 做一个直接的共享 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来我们先看这个虚拟机 虚拟机中我们这地方的设置中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选项中 有一个共享文件夹 共享文件夹它默认是禁掉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装 没有装 所以说肯定是禁掉的 那么它可以在这地方添加我们的 比如说VMtools的目录 直接给Linux来使用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VMtools中的一个目录 当成一个U盘 接入到了我的什么 接入到了我的这个Ubuntu里头 这样的话 我的所有的Ubuntu里操作 其实VMtools都可以可见 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了一种 再把文件上传下载等等 这样繁杂的一些操作了 所以说这个工具应该说 也是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应该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选项 那么这个工具 要想把这个已禁用的开关给打开 那么最直接的插件就是什么 就是VMtools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VMtools安装好过后 那么这个插件就相当于安装好 安装好过后 我们的什么 这个功能也就打开了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怎么去安装这个VMtools呢 那么VMtools安装是需要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在我们的虚拟机选项中 你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 它这个地方会自动弹出一个 叫安装VMtools 如果已安装 它会告诉你重新安装 那我这没有安装 所以我们点击安装 安装VMtools 安装的时候 你点上去过后就不管了 点上去过后 它会自动的加在我们这个计算机中 就是我们安装这个虚拟机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那个光盘 光盘其实它会自动加的 大家可以看 设置过后 你看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 什么linus.iso文件 这个文件其实就是它自带的那个文件 那光盘在哪呢 光盘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在哪呢 这个你可以看 实际上就是根目录下的 Madeal的什么VMtools下 有这么文件 那还是一样 我们不建议大家用鼠标操作 咱们就全用纯那个终端操作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先进到光盘里头 对不对 好 根目录下找到Madeal 这地方大家可以敲table键 敲table键 它自动补齐 比我们一个个敲的那个效率要高得多 然后敲大写的 大小写就区分 敲VMtools 你敲个table 它自动补齐的 好 回车 这个时候ls一看 是不是跟光盘里的内容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安装 那么安装过程 就跟我们Windows不太一样 Windows好像是双击 一个可视频文件就可以安装 但是我们VMtools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叫圆码安装 就是说它把那个代码都写好了 就像.c写好 你重新编译 重新生成 跟你的机器有关的一些信息 它会重新的那个进行什么 编译 所以说这种安装方法呢 可能我们没有见过 那大家看 就是为什么呢 看这样一个文件 叫tard.gla 这个以后我们会学到 现在呢 要明白 它就是我们Linux系统中的一个什么 一个解压包 这个解压里的东西呢 一般不是可执行的 一般都是圆码 才会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首先来说 先把解压 怎么解压呢 先把记住 怎么 踏包就用踏来解压 踏包怎么解压呢 有一个选项 因为是J类 所以是ZXVF就可以 把记住 然后我们跟 要解的东西 要解的东西 但是这时候不能回撤 因为这时候回撤 默认是解压到光盘 很显然光盘是写不进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一个 杠大C选项 解压到 比如说我们的temp目录下 这个建议大家都在temp 因为temp一般来说 可写没有问题 你不要解压到其他目录 免得到时候 那个出现了一些 其他问题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好 那么我们怎么 回撤就可以 回撤就会开始自动解压 如果这时候解压中 它报的 看的不是这个样子 还有很多很多 什么闹着饭闹着饭的 你看看 是不是你目录写错了 就说检查一下 这个杠C后面的空格 有没有 然后你的什么 这个目录是不是写错了 好 然后下面呢 怎么办 我的解压完了 下面是不是开始 进到我们的什么temp下 进到temp下 我们再什么 看一下ls 这个时候 你就是会发现什么 这个地方的目录 和这个目录 是名字一样的 有个刚才那目录 是不是就解压到 这个目录里头 对不对 好 我们进去 叫cdvm 好 我们看 它这里头有一些什么 这就是它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安装方式 安装方式 那么这个安装方式呢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读一下 这个instorm的方法 但是我们这就不读了 告诉大家怎么安装 非常简单 它的安装方法就是 运行这个脚本 它会帮我们自动安装 怎么运行这个脚本呢 那你说把这名字敲过来 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这个脚本 是不是在当前目录下 才能找到 所以说呢 我们要让这个提示符 能找到这个脚本 怎么找呢 我们有一个选项叫点 就点方法 点的代表什么 当前目录 点反斜线 就当前目录下的什么 vmware 就说你相当在这个地方 直接敲这个文件名 它就自动执行这里面脚本 好 我们回测看一下 好 这个脚本一旦运行起来 它就会打一些 相应的交互信息 它交互 那么交互中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做任何修改 然后呢 就说基本上就按照 它默认值就行了 它问你是不是下文档 或者是是否是编译 然后开始相应的出子化 等等这些操作 这个vm2的安装过后 它就会帮我们 把我们整个系统的分辨率 包括跟我们共享文件夹都会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 它开始编译 其实这一段 它已经开始编译了一些东西 好 我们一般来说 就敲回撤就可以 好 它会重新配置我们的分辨率 这个稍微等一下 然后重新产生我们的新的内核 新的内核 好 这样 然后以后呢 我们再重新启动过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系统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最后 如果细心同学你可以看到 这地方就有那么一些打击信息 比如什么 这样一些文件 什么 当然这个 因为我目前没有 所以它肯定失败 然后等等这些 就说最后 然后说明什么enjuin 怎么怎么样 说明我们就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过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会在我们的MNT 这个MNT目录下 大家看 会多这么一个文件夹 叫HGFS 这个文件夹呢 就是我们Windows跟Linux 就是这个虚拟机 跟这个Windows之间的一个什么 共享的那个文件夹 那我们看怎么用 用起来就在这 点设置 点选项 这个时候大家看 你看在这一点过后 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选项 就已经打开了 对不对 就说明我们那个工具 其实是安装正确了 然后点启用 启用过后 我们就添加一个目录 添加目录 这个目录很简单 天 然后你就找 比如说我们找地盘 地盘 比如说我们那个找MyShell 比如这个目录 然后你自己随便建 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你在这看到的名字 也叫MyShell 没有关系 然后点下一步 然后是否止读 当然因为我们是最终目的 可能要编辑 所以我们就不止读了 点完成 好 就这么几步 卡妙 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看 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到 HGF的S里头 然后在LS一看 这地方可能看不清 但是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叫什么 MyShell 如果这看不清 我们在这看 这地方不有终端吗 你看CD MNT HGFS 对吧 然后里头是不是有个叫MyShell 那么这个MyShell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 我们那个 就是计算机里的那些文件 他都有 甚至来说 你看 比如我现在随便编辑一个文件 比如VI 我们VI一个 比如VI咱们换一个 比如叫做ABC已经有了 我们就换一个 比如说叫AAA.text这样一个文件 好 然后我们按I 然后还是一样 我们随便敲一个 比如说 我们敲现在10.59 那我是1059 好 回车我们看一下 保存退出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怎么 我们再回到Windows 我们看看这个Windows下这个目录 是不是有这个文件 不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 这是第一盘的MyShell 然后我们看看刚才的AAA.text 这不有了吗 对不对 好我们双击打开它 好你看是不是就1059出来了 对不对 说明我们的Windows和Linux之间的数据 是不是已经可以进行什么 文件数据之间的一个交互了 所以VMtools应该说在开发中 也非常方便 因为就相当于比如你Windows 不很熟吗 对吧 我就在Windows下进行编辑 编完之后 我在这个目录下 是不是进行编译 用Linux的一些命令去操作它 所以这个目录 你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U盘 相当只是本地的U盘 接到了什么 这台虚影机里头 然后用这个目录 是不是访问到这个U盘 对不对 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VMtools的 一个简单安装方法 一般情况下 安装过程可能不会出错 如果出错 很大程度上 就是你这个虚拟机的版本 跟你这款 就是U盘2的版本 或者是你的Linux版本 之间有一些bug 有些bug 就像我之前说的 如果我们安装是10.0的虚拟机 如果安装的是VM 那个安装的是U盘2 是14.04的话 你这个时候VMtools 是安装不进去的 因为它们两个之间的支持上 是有一定的代码 上有一定冲突 就编不过去 但我们10.04因为是比较成熟了 所以现在来说 新版本的VMware 去支持它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基本上能够一次性通过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VMtools的 一个简单安装过程 我们的VMtools的 VMtools的 VMtools的